马来西亚吉达州南部 居邻市附近的甘榜德拉 在3月份发生了罕见的龙卷风 造成大约30户住家遭受破坏 很庆幸是没有人命伤亡 此季志工也紧急动员 堪灾发放 从大马路穿越小径 宁静的甘榜德拉村庄 被一场罕见龙卷风清洗 默默的承受 30间住家屋顶 芯片被掀开 树木也挺不住 肯定不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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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0年来最强烈的龙卷风袭击 居民束手无策 曾经志工在灾后第二天 赶往村庄堪灾 第三天确认受灾户名单 挨家挨户发放 肯定不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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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来陪伴 受灾户加少了一较 新却圆满了一块 �問題是觉得做开心 有很多人 因為有很多水果 就很容易 因為父母也很容易 很容易 用擁抱來止住淚水 這份溫暖是受災戶 重建家園的力量 白新聞翁麗燕 莊志文 黃燕碧 馬來西亞報導